大家好 今天是2月14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明報5點半新聞 卑士出現第五例新冠病毒感染 由上海來溫哥華轉內陸 眾省尋口罩防護衣供應商 本拿比缺貨無力支援姐妹市 卑士省向安路縣撥款690萬 添置護理設施 卑士省衛生廳今天宣布 本省出現第五中新冠病毒感染 假定確診 也即是Persumptive Confirmed 受感染者是一名30多歲的女子 上星期乘搭飛機在上海抵達溫哥華 下機之後乘坐私人汽車前往內陸 衛生官亨利表示 這個女人在飛機上有戴口罩 衛生廳也會聯絡在航班上 坐她前後三排的乘客 不過亨利也表示 這些乘客被第五例感染的機率很低 地視衛生廳長迪德安說 直到14日已經檢測了500個人 一共715份樣本 加圍國際是加拿大溫哥華本土移民公司 所有申請會由聯邦註冊持牌顧問 RCIC代理 截至2月 BC省國移民通道名額機構十分充裕 快點WhatsApp留言給我們 1778-636-6968 本拿比市政府收到指會市中山的球員電郵 尋求醫療物資的供應商 包括防護服、醫用口罩、N95口罩等 又說直至2月3日 該市共錄得30宗新冠病毒的確診病例 口罩等物資將會面臨短缺 醫療用口罩 特別是中國大陸所生產的N95口罩 都會優先供應給武漢 中山不得不向外求求 本拿比市會的指會市委員會 在13日開會討論該要求 本拿比市行政總長朱石興說 本拿比市目前因為緊急需求所購買的口罩 只有160盒 每盒20個 出現緊急情況的時候 不一定夠用 故此對於中山市愛莫能助 本拿比市政府已經聯繫了中山市 對方亦表示諒解 是喜這裏為香港的市民 我有理智蓮博士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们的智能座天气继续有超级优惠 明天有问题吗?你找我谈一下吧 卓能听力中心 助你听得更好 听得更清 就是这次受捐的安务院之一 阮方表示 将会装设WiFi 并更新阮方的电子保安系统 以确保员工的出入安全 此外 还会添置一些无勇玩具 以舒缓长者的孤单 而生肖运程视频有得看啦 由玄学大师戴添祥主角 快点登入我们的网站看逐本版啦 科学馆全新专题展览 《落高植木明日之塔》展览已开幕 探观人士可以利用二十多万块《落高植木》 打造自己的明日之塔 并且可以将这些作品放在展会上 未来《落高大都会》的场景里面 展览里面的《落高植木明日之塔》 是由来自澳洲的Ryan McNach 以一比二百的比例製造 为了这次展览 McNach和他的团队用了超过五十万块《落高植木》 拼搭的时间超过了二千四百个小时 今次还会展出多伦多加拿大国家电视塔 同时会展出Translink 未来Transport 2050 Microcity动画3D模型 这个模型展示了大温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的公共交通发展故事 上个星期 世卫警告 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 令到全球各地出现个人防护设备短缺的情况 而在加拿大安省卫生厅 在星期三发出的一份文件也都显示 安省的医疗人员 对于本地出现个人防护设备短缺的情况感到担忧 他们的担忧主要基于三方面 第一 他们说很多医疗机构 储存的个人防护设备已经过了期 而制造一次性使用口罩的材料 也都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害性减低 第二 口罩生产商会有些满足需求最大地区的订单 而安省确诊病例相对较少 年阶段增加个人防护设备的存况 是相当困难或者不可能 第三 安省卫生厅 只是鼓励医疗人员 在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下才使用设备 不过安省卫生厅就强调 在现在的情况下 全省各地的口罩和其他防护设备是足够的 尽管三级政府的医疗官员多次强调 新冠病毒在加拿大的传播风险依然较低 实际上他们都有加大力度做好准备 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 自上个星期以来 一直停泊在港口的鑽石公主号 目前有3500个乘客接受着隔离 有218个乘客对新冠病毒呈阳性反应 其中的12个是加拿大人 外加部长双鹏菲今天表示 加拿大公众卫生局的三名成员 和两个加拿大军队的医务人员 已经被炮运日本樊宾协助这12个加拿大人 双鹏菲也表示与此同时 领事官员正在跟柬埔寨进行协助工作 在柬埔寨有另一辆最后279名加拿大人的游轮 前段时间因为武汉肺炎的担忧 被其他多国拒绝拍案 而是星期三终于暂时获准停泊在柬埔寨 香港华明天15号星期六的天气预告 日间有雨直到下午才会逐渐停止 气候多云有六成机会会落雨 气温稳定在六度 晚间逐渐天清最低只有三度 现在看看香港新闻 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口罩依然短缺 无线口罩用尿路街怎么算好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 走家试纹用厨房纸 纸巾等日常材料 自制住临时口罩 可以达到外科口罩的九成以上效果 作为无口罩时的缓冲 词�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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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马线一旗今早通车 大批铁路迷无拘疫情 通宵在闸外排队等踏头班车 零十五点 启德站正式开闸 有逾100个铁路迷 随即冲入闸内 领取港铁预先准备纪念品 又向港铁常务总监 楼天成等港铁高层 立签名 排头位的铁路迷就线三滑 昨晚10点半已经无雨在站外等候 成功上到头位 中三的林同学也是铁路迷 同朋友带5部手机 一起来搭头班车 他们一上车就将手机放在车窗 每部手机分别以快镜 慢镜 狡辈速等速度拍摄 录下头班车开通一阵的窗景 再摆上自己的YouTube频道 和其他铁路迷分享 现在看看娱乐新闻 结婚四年的内仲谦和杨严 昨天突然宣布已经怀了人 预产期是今年5月 我们看看他们有什么说 不打算说太多了 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 其他东西都留在 可能迟些再说 有什么可以说到 现在都没有 太太身体健康 全家人都很开心 你初头真的不信吗 我的反应比较冷静 因为始终 后来冷静完之后 其实是一份喜悦的 但一开始反应比较冷静 你现在是否不让他出街 也不是 正常都要运动 希望他在家里也会移动 在家里面 在家里也会让他走走 如果出去的话 多数我陪着之下会出去走走 或者避免太多人的地方 所以什么家务也是你搞的 姐姐 大家都要分工合作 希望他不要移动这么多 互联期是否要不要 我想都要抵抵 会在香港 应该会在香港 对 那本身的工作 有没有自己特意停下 其实我现在 现在我就是拍剧 就要开工 差不多要开工 自己也要注意多一点 你说担心 不是太担心的 自己也要注意卫生 加上现在这样的情况 更加要 一天门口就要脱衣脱鞋 就是这样 希望自己尽量不要带到细菌回家 阿怡现在的心情 例如刚刚疫情这么严重 有没有特别紧张 阿怡自己 他自己跟平时差不多 因为本身家里都注重卫生 也没有特别加强 所以继续是这样的 只不过可能少些出街 这样 那口罩你够不够用的吗 自己的家人可以 因为都比较难买 多得很多朋友的帮助 对 自己又未必有时间去买 很多朋友时都会帮忙 或者家人都会帮忙 今天的新闻在这里结束 多谢收看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围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